好了 我们再来看北京市卫生局昨晚通报的情况 经过25天的全力抢救 河北来京就医的人感染H7N9潜流感重症患者 虽一度出现呼吸系统功能好转 但最终因感染加重 多器官功能衰竭抢救无效 于8月11号晚22点左右死亡 患者张某61岁 在7月18号的时候 首次出现了发烧 咳嗽 呼吸困难的症状 经过数十天抢救 在8月9号 复查H7N9病毒核酸检测是阴性 这说明这个抗病毒治疗对于人感染H7N9重症患者是必要的 而且也是非常有效的 但是这名患者在8月10号的时候却再一次出现了感染加重 11号迅速发展成浓毒血症 导致了多器官功能衰竭 11号晚上22点抢救无效 宣布临床死亡 虽然感染加重 多器官功能衰竭 患者最终不治 但多天的抢救 也为今后此类病症的救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在此类重症病例的治疗过程中 应密切关注病人病毒感染的治疗 同时关注他多脏器功能的保护支持 在常规器械支持困难的情况下 坚持用人工肺治疗 据北京市卫生局介绍 这名患者在经救治的相关费用 将依照卫生计生委的相关规定 首先由患者参保的医保或新农合支付 其次是医疗救助 最后是患者所在当地政府承担 记者贾永强 蔡伟成报道